观光晚安 欢迎收看一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肖童文 今天发生了许多人伦悲剧 令人相当的遗憾 有爸爸杀儿子的 有老公杀老婆的 而新闻一开始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这个是 攻击自己的哥哥 还挟持自己的女儿 发生在桃园县的新屋乡 这一名男子他当时纵火 攻击自己的哥哥 挟持五岁的女儿 躲在寒洞里跟警方对峙 最后是妈妈出来安抚 他才终于冷静下来 结束了这场虚惊 接到报案 消防员飞奔出勤 火势很快就扑灭 不过这时却有一名 爆头的男子跑来求救 原来纵火的就是他的亲弟弟 不但放火烧房子还打伤他 却他随手抓起路边棍棒 想要找弟弟寻仇 一听到女童被挟持 警消又赶快转移阵地 挟持的人不是别人 就是刚刚的纵火犯 后来他跳进水里 然后跳进水里之后 因为他情绪激动 有把小孩子的头或身体 往水里面压的现象 纵火后为了躲避茶器 竟然带女儿跳入水池 躲在寒洞内 要求警方不要靠近 这个地址是很熟悉的 说我们快速前往 他去到信堂的时候发现 他已经有烟窜出了 临续三次纵火 警消就是爸爸已经很熟悉 只没想到这事竟然变本加厉 挟持五岁女儿当成警方谈判筹码 为了让男子乖乖就范 找了妈妈温情公事 就才把男子劝上救护车 妈妈就突然贪软无力 疑似有吸毒 现在家通都被带回警局调查 接下来翻过去 你突然报道 这一家人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不过最无辜的 就是被自己的爸爸挟持的 五岁小女童 心里面一定会留下阴影 而说到孩子 我们再来看看 另外一起让人遗憾的事件 是这名男子 为了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刺伤了前妻 当时他喝了酒之后 埋伏在前妻的住处楼下 看到前妻出现 带着儿女出门 他先上前谈判 就一言不合 就拿出了遇藏的剪刀 攻击前妻 当时他的前妻 立刻出手挡刀 手臂当场被划出了 一道二十公分长的伤口 鲜血直流 要征服养权吗 会好吗 会杀死人的怎么办 头滴滴不发一语 从居留所 被带回警局征讯的灵性男子 情绪有些激动 不断啜泣 原警拿卫生纸给他 一边给予安慰 原来男子前一晚喝醉酒 持剪刀刺杀前妻 酒醉的状况 那精神状况 当时的精神状况 不是很稳定 那可能也是一时冲动 他就持一把剪刀 试杀那个许姓的前妻 堵在前妻住处楼下 等女子下楼 双方谈判 突然间男子 拿出欲藏的剪刀 当着八岁和十三岁 儿女的面攻击前妻 目的只是想争取孩子的 补养权 女子伸手挡刀 手背被划出 长达二十公分的大伤口 当场血流如注 你要下楼以后 他才拿刀子插 警察来才知道 那个女生已经 已经倒下去了 那个男生就满脸的怒气 怒气就说 就说你给我起来 起来这样子 女生已经起来以后 都是那个嘴都是 都是血了 远景货报到场 持紧棍 急落剪刀 制服嫌犯 幸好孩子没受波及 而女子送医后 无生命危险 为了抢监护权 男子选择用激烈手段 不仅犯下刑责 连孩子的监护权 也被自己搞砸了 记者黄小琪 谢嘉玲 高雄报道 现在他后悔不已 但是呢 真正的在心里面 受到很大伤害的 恐怕是目睹 这一切 看着爸爸 杀妈妈的孩子们 而接下来 我们要带您看的是 夫妻之间 有的时候有很多的 妹妹嘎嘎 那么人跟人之间 都是一样 来看看呢 这个老公做了什么事情 怕老婆知道呢 不是什么坏事 而是件好事 有一位太太 因为身体的关系 没有办法工作 但是她的老母亲 住在养护中心 完全没有收入来源 一家人连电费 都找不起 被断电 结果呢 一位先生知道之后呢 就捐了两千块的私房钱 寄到派出所 请援警转招 在信封上 还特别注明着 请不要打电话来 因为如果太太听到的话 会吵骂不休 寄到警局这封信 里头装了两千块现金 署名捐给洪姓富人 因为她生活困顿 急需帮忙 请援警转交 而寄信仁栏位 姓名地址空白 特别注明请免来电 如太太听到会吵骂不休 原来是一名善心男子 瞒着老婆捐款行善 从报纸上得知一名富人 家境困顿遭断水断电 生活所需成了燃眉之急 那名男子瞒着老婆大人捐出省吃俭用 存下的私房钱 由于由戳盖上男子加工区邮局 这种款人很可能是任职加工区薪水并不多 却还默默行善 两千块对我来讲好像是两百万 或是两千万 真的十分的感谢她 富人收到款项十分感动 因为身体关系无法工作 没有收入 母亲又住安养院 家里头也常寄来催脚单 我当时很意外 她说有一个匿名的人 她寄了两千块 但是她不想被人知道是谁 然后就先拿信封拍照 那我要看信封 她不给我看 可惜的是 富人无法当面向善心男子说声谢谢 而男子担心遭太太责骂 以匿名方式行善 相信这个善举老婆大人得知 应该会给予鼓励 不会翻脸啦 记者黄小旗谢嘉玲高手报道 很温暖的一个故事 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来看看的 就是这些前收费员 他们现在到底有没有被安置妥当 原通电收已经完成了 499位收费员的工作安置 但是后续寄送文件延误违约 被高工局开罚了450万元 要求他们在8月20号以前要缴罚金 但是原通却不买账 认为因为一个个案的文件延误就开罚 这不符合比例原则 所以他们说暂时这个钱是不会缴罚的 国家政策则远通奖美合 争取工作权收费员已经抗争好几次 如今远通完成499位收费员的工作安置 但被高工局认定超过7天改善期 开罚450万 高工局是在7月21号认定远通违约 并给7天改善期到28号 但是远通在29号才改善完成 按照一天50万罚金 9天开罚450万 限定远通8月20前得要缴款 但远通似乎不买单 在5月底之后的所有作为 都是基于对收费员的关怀 额外的服务 单一个案的一件文书上的瑕疵 那会被做这样子的违约金的处分 我们认为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 它根本就是硬塞给我们 然后也没有实质的解决真正的问题 它就是一味的在冲那个美合的数据而已 收费员还是不满意 因为接受转制的499人中 只有125位还在职 其余有的不适应离职了 或是还没报到 实际满意远通安排的 目前其实并不多 但远通说每个人都有安排到工作 已经符合合约要求 若收费员不接受 可领5个月的转制金 但看在收费员眼里 认为远通只是做刑事 没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意愿 所以接下来还会持续抗争 记者邱荣庆李美轩台北报道 而接下来我们要告诉您一个坏消息 今年中秋节吃月饼荷包又要多失血了 因为现在知名的月饼通通寒涨 涨幅最多涨一成 他们说其实所有的原料都涨 包括了奶油坚果鸡蛋 这些月饼需要的原物料全部都涨价 所以他们也只好跟着调整售价 但是其实之前我们就发现 好奇怪哦 今年月饼算涨价 但是买气还是很旺 似乎大家还是觉得 中秋节不吃月饼也不行 金黄色外皮超萌的造型 疗愈器的猫熊一样 摇身一变成了月饼 很可爱啊 真的很可爱 会心意 应该小朋友很喜欢 然后大小刚好也是个小朋友的量 因为那个我们动物园这边的 那个还是很夯嘛 所以我们就也是搭这个热草 锁定年轻族群猫熊造型月饼口味 有别于传统 有法式巧克力 清爽芒果跟百香果 搭配卡通图案铁盒还能回收利用 可爱猫熊吸睛 还有这款走宫廷风格 手工绿豆糕清爽绵密 加上京剧的雍正十二色橘半盘 美味兼具赏心月幕 以前绿豆糕就是南宋的宫廷玉点 所以我们这次就选用 比较清爽健康的口味 像是芝麻 还有原味跟抹茶 还有这款月饼 内馅揉入在地食材 北港黑金刚花生 大甲芋头 万丹红豆 还有坚果等养生食材 口感丰富 也有业者别出心裁 引进法式甜点 外皮是马卡龙 内层卡士达酱 蔓越莓酱 点缀蓝莓融合冰淇淋 同样受欢迎 刚刚吃到那款 是有蓝莓的口味 我觉得还蛮清爽的 月饼口味 造型推陈 初新今年价格又涨了 韩社集团 芙蓉大饭店 西华饭店 老字号齐华 纷纷调高售价 涨幅最多有一成 那像现在天气的关系 我们本土的蛋 产量也是受到 很大的影响 所以涨幅其实都很高 干净原物料不得已 今年赏月吃月饼 荷包又要多失血 记者陈一帆 黄树芬台北报道 不过现在才农历七月 要吃月饼 还要等上一段时间 说到农历七月 怪事真的特别多吗 但这个事情 是发生在农历七月之前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 就是23号的时候 在捷运木炸机场内 发生的离奇命案 当时这名男子 因为大量失血 经过了好几天的急救 警方到昨天 才能够找他来做笔录 但是整个过程 真的非常的诡异 因为他跟警方说 他是遭到一群看起来 不像人的人追杀 他说是魔神仔 当时他吓得不得了 所以逃进了木炸机场 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说不记得 其他细节呢 也没印象 勉勉强强的 他寄出了一组电话号码 后来打了是他的姐姐 他的姐姐也不知道 到底弟弟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公词实在太离奇 简直像推理小说一样 曾经男子买身试血 躺在担架上 被医护人员紧急送进急诊室 23号下午 他由捷御木炸机场 停车场二楼一跃而下 之后自行爬进会议室椅子上 颈部涌出大量鲜血 清洁人员发现后通报 将他赶紧松衣急救 由于男子当时陷入昏迷 让整体案件充满诸多疑点 曾经男子告诉警方说 事发当天 他原本骑着机车 来到政大二街要找朋友 却遇到一群很不像人的人 追杀他 为了活命 他只好一路逃进动物园里 警方访查发现 曾经男子汽车后 可能是从政大二街 爬进猫懒机房的维修通道 进入动物园河马区 看见施工人员的机车钥匙没拔 便擅自骑走 并逆向进到木炸机场的停车场 接着再从六公尺高的二楼跳下 媒体也在现场率先发现这辆机车 而男子只表示 是被摩西纳追杀 才会往下跳 对于骑走他人机车 则说没有印象 警方开验现场后初步研判 男子倒卧的第一现场 并没有血迹反应 警部的伤口 怀疑可能是自行进入会议室时 不慎弄破玻璃杯 自己化伤 才会造成大量失血 事后警方连日追查男子身份 但男子表示忘记名字 警方采取指纹 也比对不出身份 让案情陷入胶着 后来男子写出一组手机号码 警方拨打后发现 是男子姐姐的电话 才确认真姓男子的身份 根据了解 30岁的真姓男子 在知名剧团工作 前往探视的同事表示 平常并没有怪异的地方 也没有吸毒的习惯 但由于男子的神智 还尚未完全清醒 而且攻词实在太过离奇 详细动机和原因 只能等他恢复后 才能做进一步厘清 记者黄伟才里洪宽 台北报导 真的是太奇怪了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来看看 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两个台风 到底对台湾有没有影响呢 距离比较近的是 今天凌晨行程的 第12号台风纳克利 另外一个是 昨天行程的哈龙台风 在关岛附近 这两个台风 因为彼此超过了1800公里 所以大家之前担心 可能会发生 牵引效应的藤原影响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不会有的 只不过呢 这个离我们比较近的台风 从今天下半天开始 还是已经为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带来了短暂证语 除了热还是热 全台高温上看34到36度 不过台北云量逐渐增多 随着第12号台风纳克利接近 朝北北西转西北行径 周三晚间开始 未为环流影响北部 东北部会下起短暂震雨 三十一号到八月一号 也就是明后两天相对来说 是十二号台风纳克利 距离台湾比较近的时候 那到时候的话 对台湾的影响会开始比较显著 尤其在海面刚刚提到 虽然说在今天晚上开始 是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会有长浪 明天开始随着它逐渐接近 包含北部海面地区 也都会有长浪发生的情形 从云图上来看 轻度台风纳克利 结构比较松散 还在重整 不排除有增强空间 但幅度不大 另一个哈龙台风距离比较远 还在关岛附近海面 这两个台风 有可能形成藤原效应吗 现在目前看起来 这两个台风 它的相对距离是比较远的 超过1500公里以上 所以说这两个台风 要互相牵引的作用是比较低的 气象局提醒 纳克利台风靠近东半部沿海 基隆北海岸 以及恒春半岛 周三就会有长浪发生 从事海边活动 要特别注意安全 接着陈一白 黄树芬SNG小组台北报道 感受真话的电视台 欢迎收看18001电视晚间新闻 您好 我是肖童文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三 带你来掌握 接下来还有哪些的新闻重点 虚拟电玩的杀戮战场 怎么会演变成 真人对坎的人伦悲剧呢 在新北市一名36岁的爸爸 跟16岁的儿子一起玩电玩对打 被唱你不会玩 这父亲竟然拿刀 狠刺儿子的胸口两刀 16岁的儿子就这样命丧防止 还有这个离谱爸爸 他只是因为好玩 一边开怪手 竟然一边把才11个月大的婴儿 放在自己腿上 只见婴儿身体歪一边 还探头往下看 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下来 实在是太危险了 说到危险 我们要带你看的是 今天在国道上上演了 几乎像绝命终结战里 一样的情节 周三高速公司务发生了 连续追赚车祸 当时一辆小客车 前后各式一辆托板车跟货柜车 他小车就被两个大车前后包夹 方向盘都弹出了车外 女驾驶重伤 宣告不止 新闻一开始 让您看的是 今天有一连串的人伦悲剧 而其中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一起 电玩里面的杀戮战场 怎么会变成真人对坎的戏码 这起悲剧发生在新北市 16岁的刘姓少年 他在暑假期间 一时兴起 想说约爸爸一起来玩线上游戏 36岁的爸爸第一次玩 当然不太会玩 结果两个人因此起了真实 儿子只不过说爸爸一句 你不会玩啦 爸爸恼羞成怒 就拿起了长达30公分的兜子 刺向儿子的胸前 而且连刺两兜 虽然紧急送医 仍然因为失血过多 宣告不止 儿子被前夫杀害 做妈妈的面对镜头 不愿意多说 他是流性嫌犯的前妻 两个人十多年前 因为家暴离婚 没想到如今 儿子却惨死 亲生父亲的刀下 消失人流性死者 父母亲离婚之后 原本是和母亲外婆同住 直到长大后 为了念书抱户口 才搬家和父母继母同住 一家人原本感情不错 不过却在这几个月 突然神变 最近正值暑假 刘姓兄贤和儿子两人小酌之后 儿子一时兴起 要父亲一起玩格斗电玩 由于刘姓男子是第一次玩 两人在教学时起了口角 儿子大骂父亲 刘姓男子恼羞成怒 竟然拿出长达30公分的刀子 和儿子发生扭打 过程中不慎刺了儿子两刀 继母公称当时父子两人争吵 因为太过害怕 所以闭上眼睛 不敢劝阻 没想到因此酿成悲剧 头低到不能再低 他就是犯下杀害自己儿子 人伦悲剧的流行嫌犯 虽然公称是不小心误杀儿子 只是连杀两刀 而且命中要害 夺走宝贵儿子的性命 再多懊悔也都来不及了 记者继续报道 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难过 这对父子其实才差20岁 那么当年年纪轻轻生下了孩子 但现在没想到竟然因为电玩 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 但是我们要来看看的是 另外一个爸爸 他的行为也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怕 这难道不会危及到孩子的生命吗 尤其是这个孩子 才11个月大 他就这样抱着这个婴儿开怪手 这是花莲的一位吴先生 他说没人能帮忙照顾孩子 没办法 他只好带着孩子上宫 但是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其实笑得还蛮开心的 似乎没有觉得很危险 但是我们看到的画面是 这个孩子把这个遥控感 好像当成玩具一样在玩 而且弯一边 有的时候还探头往下看 一不小心万一掉下去 该怎么办 像这样的状况 不但已经违反了 工作的安全守则 更危及了自己孩子的生命安全 抱小孩熟练操作怪兽 只见baby一脸好奇 还身子弯一边 倾斜探头往下看 没看错就跟老爸讲话 同时这baby竟然操作起排挡感 还越摇越起劲 看着动作和老爸一样熟练 才11个月就结想帮儿子找出路 得工作又得照顾小孩 无限不得已 只好把孩子抱出来一起工作 随便碰个按钮或操作感 都可能启动怪兽 即便违反了安全守则 却无法可罚 但抱怨开怪兽这画面 任谁看了都觉得太危险 接着综合报道 真的要提醒所有的爸爸妈妈们 孩子的生命是很脆弱的 我们一定要好好呵护 但是接下来的这对父母亲 他们伤心欲绝 因为他们还来不及呵护这个孩子 他才刚刚出生 在月子中心里面 也不过才待上了这么一点点时间 在诊所里面竟然就被护士 不小心给烫伤了 之前这个小妹妹 她被电毯烫伤 这样大面积的烧伤 很多人都觉得忍不忍心看 当时爸爸只说呢 这么小的孩子 你知道他拿哪里的皮来执皮 只不过现在整个事情的演变 比大家当时想的还要严重 因为现在传出小妹妹可能命危 因为他烧烫伤的地方 不只伤到了皮肤皮下组织 是连骨头都被伤到了 现在复原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医生已经告诉他的家人 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女婴的双腿红肿发黑 日前因为护士疏忽 使用电毯不当 造成才出生几小时的彭小妹妹 下半身大面积烫伤 原本应该开心迎接家中新成员 但这段日子来 彭家人的心却饱受煎熬 只能每天祈祷 甚至替彭小妹建立粉丝团 并且po文 希望民众帮忙集气 因为医生已经告知 要彭家人做好心理准备 彭小妹妹的双腿部分 依然没有长肉 屁股的伤势 初步判定有伤到骨头 虽然医院已经给了 加倍的营养素 但是伤口面积太大 女婴根本吸收不到营养 健康情形每况愈下 这样的状况 如果持续下去 伤口可能会遭受感染 进而引发败血症 许多网友看到文章 纷纷留言 替女婴加油祈福 今天的手术是要 把她的伤口 缝合的小一点 因为是全身麻醉 然后对她来说 是比较危险 然后手术也有可能会 大量死血 因为她伤口面积太大了 小孩子永远是 父母亲头上的一块肉 彭爸爸现在最希望的 就是看到自己的宝贝 能够恢复健康 往后再跟失职诊所 好好算这比较 记者综合报导 另外我们要带您看的是 今天在中山高速公路上面 发生了连环大追撞 而且这个追撞 还分前后两部分 怎么说这是在中午的时候 在中山高北上 322公里的地方 有四辆车追撞 当时造成后方的车辆 严重回堵 结果不到一个小时之后 在相隔四公里不到的地方 又发生了六辆车的追撞 而这一次更惨了 有一辆小客车 他前后更是货柜车 跟拖板车 两辆大车包扎 他完全没有逃生的机会 车子不但被追撞 那么当时的连方向盘 都弹出车外 女驾驶被救出之后 虽然紧急送医 仍然声众宣告无知 原金抵达位在中山高 北上326公里处 发现车祸情形相当严重 因为追撞小客车的是一辆货柜车 小客车被夹在两辆大车中间 车头车尾已经分不出来 黄信女驾驶就卡在中央 交房队员赶紧上前救援 这几车货发生在中午12点06分左右 但是早在11点多前方322公里处 也有四辆汽车追撞 造成后方车辆回堵 没有想到差了四公里的距离 又发生了货柜车小客车 以及拖板车总共六辆车子的 严重追撞 小客车脚在大货车中间 然后我们就尝试将 一个女性患者拖过 你女性患者是不是 对对对 那个那时候是脚在里面 在里面然后呈现那个 奥卡的状态 相防队员将女性驾驶救出 送往永康齐美医院救治 但还是没有办法挽回性命 但追撞车祸到底怎么发生的 还有待国道警察进一步厘清 记者黄阳明台南报导 在高速公路上 如果发生了车祸总是这么可怕 但是如果在市区里面搭乘 大众运输工具就比较安全吗 似乎也不一定 我们来看的是台中快捷巴士BRT 正式营运才四天 却不断地出包 既之前大家看到那段影片 是没有油了 结果开到加油站里面去加油之外 现在又发生了一台BRT公车 要开进台中火车站的停靠站时 因为公车挡道 加上方向盘故障过重 转弯差点卡住进不去 后来司机只好倒退撸撸撸 撸完之后再把车开进去 结果车开了没多久之后 又故障了只好停在路边 照面的乘客们 大家简直难以相信 快捷巴士BRT 准备停靠台中火车站 结果却先被公车挡道 接着BRT却卡住 无法转弯进站 驾驶只好赶紧倒退 再将车子开进站内 担心BRT的行车安全 驾驶让车上的乘客下车后 就停止载客 让等车的民众 脸上三条线 只好等下一班车 驾驶只好赶紧将车子 开回车厂检查 就在回程途中又发现 方向盘过重 无法继续行驶 只好暂停路边 让维修人员检查 方向盘太紧 你没办法开回去 你没办法开回去 我是一定要在旁边 有没有办法开回去 BRT驾驶不知所措 因为BRT才营运第四天 方向盘就发生故障状况 不止如此 还有议员接获民众成型 表示行进BRT的车站旁 车子轮胎近遭到 10公分长的铁钉刺破 不止民怨不断 和BRT的车体故障 就连台中市府的新闻稿 BRT搭乘人数 也碰轰遭到踢爆 只好从19万人 下修到1.7万 也难免让外界质疑 是否骗很大 记者张一志 游彦慈台中报导 19万改成1.7万 这也未免差太多 但是再怎么差 也没有接下来 这个差这么多 总统府发出的晚联 署名是总统的 马英九的名字 结果发到桑家里面 把人家给大触眉头 因为过世的是爸爸 把晚联上的名字 去写了儿子的名字 这孙子把照片 PO上网痛批 这样的一个晚联 简直就是大触桑家的眉头 苗栗县院里镇 83岁的贪性老翁过世 预定8月3号公计 国民党院里政党部 热心地帮家属 向总统府争取晚联 结果盲中出错 竟然把死者 和儿子的姓名搞错 家属收到括号信 立刻打开来看 当场傻眼 死者的外孙 在脸书PO文表达不满 痛批总统触眉头 网友也留言表示 太扯白目 很不吉利 不过当事人汤先生表示 不会去追究 愿理政党部邱姓主任 也很快的来致歉 国民党苗栗政党部表示 触犯民俗大忌 真的很抱歉 将检讨改进 未来会严格把关 不再翻 记者彭光旭 苗栗报道 所以说嘛 不怕神一样的敌人 只怕猪一样的队友 或者是幕僚 接下来我们就要带你 来看看的是这起事件 怎么回事 这名男子半年前 跟太太离婚之后 情绪低落 常在家里面敲打东西 但问题是 他选择的时间 都是大半夜的 邻居根本的睡都睡不好 结果今天下午 他又在家里面大吵 大闹还扬言开瓦斯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邻居赶紧报警 紧张人员拿着尖锐器具 破门而入 只见屋内物品散落一地 一名穿着蓝衣的男子 正准备开瓦斯 紧张赶紧拉水线 对着男子涉水 冲下大火机 吉隆一名55岁无姓男子 半年前和太太离婚后 就一直情绪低落 加上最近事业不顺 更是郁郁寡欢 经常在半夜里 敲打家中物品 甚至拿刀扬言要杀前妻 让邻居都相当头痛 30号下午一点多 男子又在家里大吵大闹 扬言开瓦斯 让邻居忍无可忍 报警处理 无姓男子将自己 反锁在门后 那在里面打砸东西 并且开瓦斯 我们紧急通报消防局 前往还有通知 他家人前往开门 发现房门反锁 我们就强制 将门破坏 紧销将男子送医 并在他身上 搜出一封手写信件 内容提及 恳求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 拿出30亿台币 但究竟这跟男子开瓦斯 自爆有无关联 警方还在厘清案情 记者黄玉的金融报道 另外来看看的是 台语歌王洪荣红 日前被爆料昏变 结果现在传出 为了小三不顾七手 他向加拿大法院 申请了房屋假扣押 而且把台湾名下的房子 货户给别人 让他的前妻陈诗宇 跟三个小孩在加拿大 没地方可住 前妻就带着小孩回到台湾 结果要看看爸爸 甚至还被他通报警察局 把他们通通都赶走 让好友季宝如 也觉得非常傻眼 只是上来不善理财的洪荣红 这次居然利用法律来保产 外界怀疑是不是他那 有房仲背景的小三 在下指导起 以一只小雨伞 在台语歌坛定定地位的 50岁金曲歌王洪荣红 3月才发出声明稿证时 早在去年8月 就跟结婚15年的老婆 陈诗宇离婚 但在宣布离婚后 就人间蒸发 当初是我跟他邀歌 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 有一次的工地秀 他刚好去看 我觉得怎么这部小姐 那么漂亮 曾在节目上大番分享 跟老婆的相识过程 现在却有了小三 之前还发声明解释 跟陈诗宇个性不合 才会离婚 但根据周刊爆料 在3月跟前妻协议离婚的同时 其实还狠心将 加拿大七小的住所 陈诗宇名下的房产 以债务不清为由 进行假扣押 就连台湾自己名项房子 也过户脱产 向来不善理财的洪荣红 被亲友怀疑 疑似是从事过房产的 小三徐处荣 在背后下的指导棋 让前妻陈诗宇不得已 3月带3个孩子 协同友人系宝如 来到西医区住处找他 没想到洪荣红怒吼 以不要管这个 苏森不想让你们进来为由 不让七小进门沟通 当时小孩还哭喊 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们 洪荣红还叫管理员 警察局要求驱离 让七小相当痛心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但是我跟洪荣红还是合法夫妻 我跟他还是合法夫妻 所以你说这个抚养权归属 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之前妻子面对镜头类似 洪荣红假离婚 其实是与小三同居 让亲友看了相当不舍 根据周刊报道 陈世宇证实3月的确找过洪荣红 原本想带小孩看好久不见的爸爸 却被误解是利用小孩讨公道 两人好友季宝如也感叹 这是两人婚姻室低调不愿多谈 只希望洪荣红尽到做夫妻的责任 记者组合报道 洪荣红真的是现代城市美吗 很多人看了刚刚的新闻之后 忍不住要骂 但是我们要来看看的是 翻开他过去的情史 确实也相当的丰富 最出名的就是跟台语天后 江慧的一段情 只不过当年洪荣红已经是当红歌手 江慧却还是新人 传出因为洪荣红沉迷酒精 加上家人反对 所以两人分手 之前也曾经有人以为 他跟大白沙曾经配销网过 1999年他跟第一任妻子 结束了才一年多的婚姻 同年就跟陈诗宇结婚 但最后还是离婚分手 而且原因还是因为有小三 六年前江慧演唱会上 邀请洪荣红合唱 引起轰动 因为骑神老人曾有过一段情 有一个要求 要给你认一下 不必嫌海赏上演爱的抱抱 舍洛瑟在餐厅住唱旧跟江慧相恋 但18岁时 红荣红沉迷酒精 让两人渐行渐远 加上继母反对 三年恋情画下句点 也曾自爆 就是因为去酒恶习 辜负江慧 只要一喝酒 我就把他的啤酒罐 拿起来就丢了这桶 或者是从我们家住15楼 我就从上面丢下去 过去第二任妻子陈诗宇 上节目时 就曾坦言受不了 红荣红去酒的坏习惯 差点得了犹豫症 早期不擅长讲话的红荣红 还曾传出跟陈金沛交往过 外城这是两人绯闻歌曲 不过后来陈金沛跟红荣红 都否认 红荣红做秀 我又没有正式去 去做记者会去表态 那他就很会幻想 所以就这样操作 人家就这样误会 坦言当年姐弟恋诗炒作 但红荣红情史精彩 除了江慧 1999年跟第一任妻子 结束一年多婚姻 同年再跟陈诗宇结婚 直到去年才离婚 如今又爆出因为小三 寇屋感欺小 如同歌曲《心境》一样 令人唏嘘 记者综合报道 还有来看看是史上头一遭 这真的是破天荒 在323行政院流血冲突之后 23名学生民众提告 而台北地方法院 这是史上第一次 以杀人罪被告的身份 传唤了行政院长江仪化 警政署长王卓军 台北市警察局长黄生勇 还有中正一分局局长 方阳宁这四大巨头 江仪化因为下午还有行程 所以四点的时候 就已经先离开了法院 面对现场的抗议民众 还有记者的询问 他不发抑郁 表情非常严肃 行政院长江仪化走出法庭 问话不回 头也不转 更板着一张脸 毕竟这回在走进北院 身份敏感 是杀人罪被告 同样身份的还有他们 四名被告最累的就是他 中正一分局长方阳宁 十二点多就到现场指挥简历 两点半一到 立即上法庭接受询问 因为是自诉案的调查庭 因此还在调查阶段 未打起诉门槛 依法不能公开 也无法旁听 法院未维持秩序 因此将第七法庭附近的 第二 三 四 五 六 八法庭 一并管制 等于二楼的法庭区 一半都管制 法官采取秘密开庭进行 并采取隔离讯问的方式 就是要厘清三二三当晚 下令驱离的程序 以及执行状况 是否有不当之处 而为了四名机关首长出庭应讯 法院一早就规划动线 不只法庭上头加派法警 法院外头更有超过 三百名援警戒备 同时也搬来桌椅 和其他群众隔离 就怕声援民众失控 让现场脱续出意外 记者王玉婷 许凯迪SNG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 刚刚新闻里面说到 今天这四个人当中 最忙的就是方养宁了 为什么呢 他还要在外面弄弄警力 弄完之后 自己再接受讯问走进去 为什么他要这么忙 是因为今天他们在里面 但很多人在外面抗议 包括了许多的公民团体 还有学运领售陈维廷 黄国昌都到场 当时两点半 将一话坐车 要进入法院的时候 陈维廷一度号召群众 往前冲 警方出动了优势警力 还架起了蛇龙 阻止了冲突 暴力守谋 暴力守谋 先锋下台 先锋下台 陈维廷号召各个公民团体 集结在台北地院前 口号喊的愤怒激情 全冲着行政院长 将一话而来 好来我们往前推进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们不要再 践踏民主 践踏民主 面对审判 面对审判 践踏民主 践踏民主 面对审判 面对审判 一听到将一话 车队接近近百名 抗议民众立刻要一起往前冲 但警方以优势警力 竹起人墙 还部署蛇龙 抗议民众只能隔空 向江奎喊话 要抗议的对象 是江奎话 同时也要为这些勇敢站出来 抗诉国家暴力的自助人 表达我们最强烈的支持 除了司法的责任以外 江奎话 作为一个行政的最高首长 作为这个暴力的最高的首谋 他不只要承担司法的责任 他还应该承担政治上的责任 他应该为这件事情下台负责 不只学运领袖 公投盟蔡定贵教授 明镇召集人赖中强 多个公民团体集结 统统到场高举标语 抗议国家暴力 要让江奎话感受到台湾热民 愤怒的压力 记得张干领站清 SNG小组台北报道 陈文婷高喊要江奎话负责 但接下来这48条人命 又该谁来负责 我们来看到的是 复兴航空班机失事 造成了48人死亡 今天立委段云康跟平面周刊 同时爆料 说他们其实是冤死的 因为在失事之前 驾驶曾经向塔台要求 从原来的二龄跑道 改成降落到 有盲将系统导引的零二跑道 没想到塔台和提供 气象资料的空军 拒绝机场改跑道 因为他们说 这是符合降落标准的 导致最后飞机失事坠毁 到底是不是如此 民航局上午郑重陈兴 说马公机场 就只有一条跑道 这个爆料绝对不是事实 7月3号复兴空难 造成48人罹难 当时机长要求重飞 却不幸坠机 现在却被周刊爆料 当时机长曾在降落前 因为天后不佳 曾要求更换跑道 因为麦德姆台风 骑台狂风暴雨 机长发现马公机场 能见度不佳 曾向塔台要求 从原来降落的二龄跑道 改为有盲将系统的零二跑道 但塔台跟提供 气象资料的空军都强调 当时能见度高达1600公尺 拒绝机长要求换跑道 复兴以及在空的 另外一架飞机呢 利荣确实曾经在空中 有提出要求 返跑道降落的一个情况 复兴呢 他同意要使用 VOR进场程序 但根据周刊报道 军方表示没有权利 进入航管 且当时还没回报 塔台已经先拒绝 立委段颖康也在 里数上痛批 认为马公机场 两条跑道 每天由空军优先指定 另一条裁工 民航机使用 且当天三班 民航机 包含复兴时事客机 都曾跟马公塔台 提出转换跑道要求 空军为何不能事先 让出战备的零二跑道 文章一抛 被网友骂翻 简直是错误资讯 前马公空军基地 千气中心主任表示 马公机场只有一个跑道 由南向北是零二 北向南是二零 但零二跑道 有一气降落系统 也就是俗称的ILS 或称盲将系统 根本是同一个跑道 当天迈德姆台风刚过 当地吹起强劲的西南风 避免飞机旋风起降量灾 塔台要求降二零跑道 这很合理 要段一康别政治操作 误认为是两条跑道 这个对大家来说 造成一些混淆跟困扰 那我非常抱歉 针对网友批评 段一康低调不愿多谈 但马公机场 7月23号晚上7点 能见度1600公尺 但到7点时分 马上降到800公尺 附近航空G122班机 就是在这时坠机 究竟是天后不佳酿货 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谁该为飞案问题负责 还需等待后续调查结果 记者综合报道 责任没有办法领清 真相没有办法给个招待 而更让罹难家属难过的是 说话不算话 来看到是在这场空难当中 宪兵队中校队长蔡明华 总共三名国军士官兵 都不幸罹难 家属说当时在澎湖 国防部长延明来慰问的时候 表明可以追进 但今天得到的最新消息是 国防部初步判定 追进与法不合 罹难者家属痛批 国防部出尔反尔 这是对死者的二度伤害 难忍多日来的情绪 周应廷妈妈含着泪 有话直说 陆军航特部少将 征战主任灵堂门口致意 家属气得破口大骂 打火线在这里 国防部部长 还有陆军总司令 都有当场跟我们承诺说 最近的部分 上市绝对没问题 就是高阶长官在现场的时候 所提的就是说 我们极力争取 重忧辅序 没有长官去提到说 我们要去追进 国防部表示 辅序条件已经比照上市 但家属认为国防部长延明 澎湖慰问亲口保证追进 现在却改口 根据陆海空军军事官 任官条例 对国家必须有熏机 或是死事壮烈者 得在身后追进或追证官阶 三人不符合规定 这个消息 家属还是看媒体报道才知道 你们这样欺负我们 只要有媒体说 跟 你们就做一套 没有媒体跟 说 连头期都没有人来 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让我们家属也可以得到 一个安慰 随不追进 国防部态度初一 十五不一样 对罹难者家属来说 等于二度伤害 记者叶恒荣 胡帮松 赖军心 王书宏 SNG小组 高雄报道 所以当初说可以追进 是不是一种政治操作而已呢 而说到政治操作 我们就要带您来看的是 第五届的监察委员名单 惨兮兮 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政治操作 27个监察委员有三分之一 多达11个人都被刷了下来 即便是总统马英九自己提名推荐的 国民党立委也完全不给面子 就算记出了党记 还是跑票 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这些跑票的立委 大多都是挺王派 其实是要帮王金平出一口气 这院长的复仇记现在 还在上演 以低票惊险过关的新任监察院长张博雅 一大早就到立法院向国会龙头王金平拜码头 我们本来就很熟啊 无所不堂来请教 谈关系谈感情 被总统提名却险遭淘汰 张博雅只好快快拉拢和王金平的关系 毕竟监察委员就有三分之一 人选被刷了下来 甚至被外界解读是蓝银挺王派帮忙复仇 利用监委投票 要给马英九难堪 挺王反马派集结 可以这样解读吗 当然不可以这么解读啊 这是委员 他根据各种资料所做的一个住主的行为 马王政治话题再度被搬上台面 但王金平时口否认挺王反马说 但这件事情也让大党编淋红池成了牺牲者 我们希望他能够打消 因为他还是一位 我们认为已经有相当经验 而且相当理性的一位执行长 阻止不了蓝尾意志 林洪志只能向总统说声抱歉 但群龙无手 影响的恐怕还有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和自禁区 不会啊 我们已经搞了这么久了 不怕了 管烟一句不怕 相当有信心 但以多数取胜的国民党 两周临时会 看来得面临更大的挑战 记者综合报道 好 王金平说 当然不能解读是他的甜蜜复仇 但是我们要来看的是总统马英九 接下来到底怎么办呢 民进党认为说 监察院干脆整个废掉算了 但是总统马英九 为了要保住自己的权利 决定在九月立法院开议之前 再提出新名单 毕竟这次过关的监察委员 加上正副院长才18个人 离弹劾人数最低标准的22人 还少4位 不过监察院长月薪就高达32万 监察委员也高达19万 如果不能行使弹劾权 那么一年花上这4000多万 岂不是浪费人民的钱吗 再来看看的是原大集团创办人 马志玲跟杜立庄夫妇 因为结构债案被重判7年4个月 8月5号就要入狱服刑了 但是在发奸前夕 医周勘却直击 马志玲疑似失智病情恶化 求助脑部权威明医 做针灸治疗 过程当中他哀嚎痛哭 好像个任性的小孩一样 据传他已经透过律师向台北地检署 地状以罹患失智症为由 申请暂缓执行发检 主治医生招呼原大集团创办人 马志玲进入诊疗间 妻子杜立庄也在一旁陪同 随后搀扶着马志玲进入诊疗间之后 医生开始针灸进行治疗 虽然医生动作轻柔 就怕一个不小心伤了马志玲 但他还是紧皱眉头 甚至微微发抖 一度痛得大叫 痛不 不要 不要 痛不 马志玲一边拍自己大腿 一边喊痛 还闹脾气 想要走人 医生耐心的边针灸边哄他 其实这六年来他的智商不断退化 从原本的一百多 去年退到只剩九十 到了今年只剩下六十 已经快要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官司缠身 每天都睡不好 搞得家人也神经紧绷 而已经75岁的马志玲 在8月5号就要入肩服刑 在发肩前流出就诊画面 无疑是马家人想要多争取一点时间 深情在意 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这个新闻真是蛮有意思的 从来没有想过 婚友社他们这些资料 原来是从月老庙来的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情人节了 其实很多人都会去月老庙拜拜 希望求个好姻缘 而云林北朝朝天宫的月老店 这里也是非常的有名 有些人会求红线写个姻缘卡 留下自己的姓名住址 希望月老帮忙签姻缘 不过姻缘还没到 倒是第二天就会接到婚友社的电话 有信众质疑庙方是不是泄漏个姿 但是庙方说是婚友社的人员 自己到庙里面来抄资料的 女子在月老店前诚心祈求 拔杯 求红线 为的就是 就希望她能给我一个好的姻缘 想求姻缘的信众来自全台各地 就怕月下老人忘记了 庙方在一旁坐了一个墙 可以挂上姻缘卡 留下姻缘卡是要请月老帮忙找好姻缘 没有想到婚友社先上门 听到有这个其他一些相关的 像婚友社什么这些来这边 超路这些资料 那我也希望说 许愿的这些男女朋友 最好你在写资料的时候 不要将你的电话写在上面 庙方立刻在一旁贴上公告 也呼吁超路的婚友社 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个资法 强调庙里都有装监视器 希望不要再有超路情况发生 记者方宗成云林报道 好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请到佳明了 佳明大家现在还是非常关心 台风的关系 昨天我们就讲到说 一个台风成型了 但离我们很远 要注意的是靠近台湾 比较近的这个热带低压 可能也会形成台风 就有今天果然也成台了 对 没有错 其实从昨天下午两点 到今天凌晨两点 短短12个小时 在西太平洋这个海面上 就出现了两个台风 其实我们透过这个3D的路径图 我们先看到 这个是昨天下午形成的哈龙台风 它现在距离台湾大约还有2800多公里 其实对台湾的天气 真的影响不大 而且我们看到它未来的走上 它是直接朝日本的方向来前进 所以提醒如果说下个周休假期 你有计划去日本的朋友 可以留意一下这个航班 有没有受到影响 下个周末 对 下个周末 但是刚刚同文也特别提到 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离我们台湾最近的这个台风了 这是今年第12号台风 今天凌晨才形成的纳克利台风 它现在的中心位置 距离俄栯比东方大约是 860公里的海面上 而且我们看到它持续往西北来进行 其实根据新的一报的台风路径 它是气象局的这个路径 持续往北来做一个修正 原本我们刚才是讲说 它的暴风圈有可能会扫过北台湾 但是我们看到 接下来这几个时间点 其实从今天晚上开始 它的一些外围游戏 就会影响到北部东部地区 所以其实刚刚台北外面 已经开始有点飘雨了 那再来看到 这个是明天开始 它就会越来越接近台湾了 而到了明天下午的时候 它的中心位置就在台北的 东方大约500多公里的海面上 到时候在明天跟后天的 就是这个台风 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 所以到时候包含 像是在北部东部地区 迎风面降雨都会比较明显 但是因为这个路径 持续往北偏 所以刚刚童文你也提到 这个发布海景跟路径的几率 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 也还在跟童文在聊说 原本这个周末要出去旅游 结果也是因为台风的关系 其实也cancel掉很多 我本来不想提这件事 不过既然你提到了 那我就要抱怨一下 因为本来这个周末 其实很多人应该都有活动 那么不管是暑假带小孩的 或者是要去过七夕情人节的 我们安排的活动 刚好在台东 非常的期待可以去看热气球 但是昨天嘉明主播就告诉我 你千万不要去台东 因为你去台东的话 你到最后也是去连线而已 也玩不了了 干脆就cancel掉 所以我昨天晚上 就把住房也cancel掉了 把飞机也cancel掉了 结果今天他非常开心的 跑来跟我说 童文姐 台风北偏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真的是笑不出来 但是我现在还在问 也是很多人可能会关心的问题 就是这个台风的动向 一直是来来去去 不一定嘛 像是今天你说它北偏 但它有没有可能再往南移 因为之前我们说到 两个台风之间 可能会有藤原影响 藤原效应 现在看起来 会不会有这样的影响 其实因为这两个台风 距离两个台风的中心 距离大概1800公里左右 我们一般讲 藤原效应是两个台风 如果在1000公里以内 它才会受到 这个藤原效应的影响 但是就目前看来 这两个台风离得比较远 是不会有藤原效应的 但是因为现在 它这个纳克利台风 它还是在一个大的抵押带当中 所以它未来的路径 有没有可能再往西偏一点 或者往南偏一点 其实这都是这几天 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持续 都还是要来做一个关注 毕竟我们看 之前麦德姆台风 三天修了三次的路径 但是就目前看来 这个台风它偏北走 有没有机会再往偏西 其实这机率会还是有的 我们看一下 它的卫星云图好了 这样看的结构 会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其实昨天 我们大家会担心的 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它真的看起来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云语带 这个虽然它的强度不强 我们都认为它对台湾 可能会造成蛮大的降雨 不过现在来看 是不是如此呢 好 其实这个台风 我们透过这个卫星云图 可以来看 其实它不是 跟一般典型我们讲的台风 来比起来 其实它结构不算是相当扎实 只是说因为它处在 一个大的抵押带 所以我们刚刚同意也提到 这个它的云语带 其实范围是非常广的 所以在它接下来这几天 未来这几个小时 开始持续往北移 你会发现北部东部地区 你会发现这个雨 是越来越明显 而到了明天开始呢 全台都会是有雨的状况 主要都是受到 这些外围环流云雨带的 一些影响 但是雨势会不会很大 其实在北部山区 雨势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其他地区都是那种 零星的短暂雨 但是到了礼拜五 台风逐渐在北移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这个菲律宾这边 水气还是非常的丰沛 当台风北移之后 西南风吹进来了 在礼拜五的下半天开始 包含在西半部跟南部地区 也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出现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说 如果这个周末 您要更改行程 像我已经被骗了更改行程的话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来看一下 好 其实这个周周假期 礼拜六刚好就是七夕情人节了 很多的都有一些计划 那我们就提供给您 在这个礼拜六情人节这天 的一些天气的预报部分 其实像在双北市跟宜兰地区 其实它降雨几率 还是受到这个台风 外围环流的一些影响 尤其是南方向线的一些运雨带 所以它降雨几率还是比较偏高 是降雨几率来到百分之六十 所以如果说你原本当天安排 是一些可能到阳明山看夜景 户外的活动可能比较不适合 可能就比较不太适合 可能安排一些室内的活动 而在花东地区 真的要跟同人说声抱歉 因为到时候这预待在北夷之后 降雨几率也大幅的下降了 所以在花东地区 降雨的几率是百分之三十 但是提醒你近海的风浪还是比较大 所以提醒包含在东部 还有在北部地区 我们看到如果你礼拜六 要去浮龙 去供辽 去一些比较海边的地方提醒你 到时候它的风浪都还是比较大的 而在西部跟南部地区 刚刚提过了 因为还是有些水汽 加上西南风进来 所以在南部的这几个县市 早晚容易会有短暂雨出现 而在西半部 其他地区受到影响就比较小了 主要还是中午比较炎热 但是因为湿气比较重的关系 所以午后还是会有一些雷震雨出现 所以如果你有要改行程的话 其实往西半部走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好 那还是要请台东的朋友 有特别帮我留意一下 因为嘉明之前说台东绝对是风 雨很大 风不一定 所以我kend掉了行程 那他也答应我说 如果这个周末台东没有下雨的话 下个礼拜他一整个礼拜 都要唱歌波气响 所以请台东的观众朋友 随时跟我回报一下 但是说到台东 其实今天真的已经有影响了 包括蓝雨往返台东的船 在今天下午三点 最后一班之后 预计至少会暂停两天 所以当然也让游客有些失望 我们一起来看看 游客大包小包下船 扫兴失望的神情却写在脸上 因为又有台风要来 交通船从31号开始 预计暂停两天 趁着天气还没受到影响 旅客赶紧回到台湾 你回来是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 明天啊 所以会台风 对对对 就算无奈也得回台 就怕台风一来造成危险 交通船业者30号下午三点 发出最后一班船 从蓝宇回台 它是凌晨三点都形成的嘛 所以它就船班都今天临时取消了 然后在明后天 后天会再看状况 看台风的因素 再决定看不开 纳克力台风生成后 虽然移动路径偏北 预估暴风圈不会直接影响台湾 不过气象局也提醒 台风会带来些时雨势 交通轮船紧急发布 暂停船班公告 疏散近千名的旅客回到台东 为了安全也不得不扫兴了 记者李明德台东报道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这几天 中国大陆最关心的消息 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被宣布因为严重危机 遭到立案调查 其实周永康他争议非常的多 除了爱钱之外也爱美人 他从去年十月被软禁 不曾公开露面 而他的情史在这段期间 一一被爆料出来 还传出他特别喜欢央视女主播 甚至曾经跟四百名美女油染 而且为了迎娶现任的妻子 也是前央视主持人 他竟然设计了假车祸 害死原配 有没有这么可怕 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 周永康被爆贪污高达数千亿台币 这位中共老陈不止爱钱 更爱美人 据传跟他有染的女人超过四百个 那是有可能的 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这个失落 特别混乱了嘛 因为它总是掩盖的真相 又不告诉我们什么真相 然后对媒体和文化界 管制就比较严苛 其中不乏一线女星 女演员甚至大学生 她都不放过 而其中特别爱好央视女主播 她的现任妻子 贾小叶就是央视前女主播 据说当初为了迎娶 小她28岁的贾小叶 设计车祸害死原配 让她儿子非常不谅解 直指周永康是畜生父亲 周永康甚至跟已经落马的 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 共用情妇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中国女歌姬唐灿 周璇在中共高层之间不只是情妇 还帮忙打通关 她是周永康案的核心人物 在案发后下落不明 外传已经遭到注射独一处死 71岁的周永康和情妇互动花样可不少 传言他被逮捕前两天 曾和央视主播叶银春 在北京一家商场地下室车镇 过程全被调查人员录下 与他有关系的海包瓜央视前主持人沈冰 央视女主播欧阳志威 解放军歌手汤灿 哈尔滨女富商刘盈霞 而当局也正在调查这些 与周永康有密切关系的人 周永康号女色 为她居中牵线介绍美女的就是 公安部前副部长李东升 利用央视美女记者或美女主持人 巴结中央高层 双方各取所需 央视俨然成为大陆高官的后宫 因乱程度外界难以想象 而周永康的私生活 也成为她被拉下马的罪状之一 国中心万迪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真的是比以前古代的皇帝 这后宫家历可能都还要多了 但是要来讲到美女的话 这炫耀算是美女了 但是她的争议确实也相当的大 昨天我们也为您报道 她的新专辑的MV的舞姿 还有歌词里面涉及性暗示 一推出就被列为限制级 不过除了她的MV之外 她连拍广告也这么性感 在一个啤酒广告大中 她大跳扭臀舞 让很多家庭主妇大骂 这太超过了 小孩怎么看呢 扭腰大跳电臀舞 韩星炫哑出新专辑 一再挑战性感尺度 MV刚出炉就被列为限制级 她在里面激进挑逗 身穿黑色泳装 在红色地毯上 对自己上下起手 还全裸上身抱猴子 打猛男屁股 MV点阅率超高 却也引发争议 为了宣传新专辑 炫哑也上石巾秀节目 面对镜头 她很懂得卖弄风骚 女人心机花招多多 大肆卖弄年轻肉体的本钱 连拍摄汽车广告 炫哑也要结合热舞电音 告诉大家 她是正统的江南大叔 骑马舞女 或是如此 臀部向电动马达扭啊扭 清凉啤酒 被炫哑拍得好火辣 只不过她唱唱跳跳 扫手弄姿 挑战尺度过了头 这一回可是踢到了铁板 她被日本家庭主妇大骂 带坏小孩太超过 看来炫哑靠卖弄性感 冲出事业高峰 但限制及风格 可是被妈妈们列为 咀嚼往来户 国际中心业肉编译 可是可能广告商觉得没关系 因为喝啤酒大部分都难的吧 而说到带坏小孩来看的是 偶像明星小贾斯丁 真的是成名的太早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脱续的行为吗 但您看到的是最新的消息 她被偷拍在海边玩水 全身一丝不挂 从一个清纯的小男孩到 全裸露点 只能够感叹 她也崩坏得太快了点 小贾斯丁日前 因为诞喜邻居房屋 遭到起诉后 法官侵罚她200多万台币 外加120小时社区服务 让她松了口气 身为明星偶像 小贾斯丁行为脱续一连串 现在连衣服都不穿了 为了取悦祖母 小贾斯丁的感儿节礼物 就是全身拖光光拿着吉他自弹自唱 让祖母小哈哈 不过日前小贾斯丁裸体被拍 连把吉他都没有 全部都被看光光 小贾斯丁越大越崩坏 夸张违法行为 包括在飞机上吸食大麻 酒驾黄色蓝宝尖尼 在马路上蛇行 最近在新嘉宾佛丽山庄 找辣妹开趴 大半夜吵吵闹闹 警方登门拜访六次无效 小贾斯丁无人可管的行径 让邻居气得牙痒痒 谷记中心夜肉饼 19001电视今晚头条 我们恳请大家 为这个孩子集气 她牵动着所有台湾人的心 就是日前才刚刚出生几个小时 就被诊所的护士 以电毯烫伤的这个女婴 之前我们都在想 她在小小的身躯 如果要直皮的话 要拿哪里的皮来直 但是我们要告诉您的是 现在的情况远比 我们当时想象的更为严重 因为医生说她可能命违 她被烧伤的臀部 不只伤到了皮肤 伤到了皮下组织 甚至伤到了骨头 复原的情况非常的缓慢 医生通知家人 明天要进行手术 但是请他们做好 最坏的心理准备 女婴的双腿红肿发黑 日前因为护士疏忽 使用电毯不当 造成才出生几小时的彭小妹妹 下半身大面积烫伤 原本应该开心迎接家中新成员 但这段日子来 彭家人的心却饱受煎熬 只能每天祈祷 甚至替彭小妹建立粉丝团 并且po文 希望民众帮忙集气 因为医生已经告知 要彭家人做好心理准备 彭小妹妹的双腿部分 依然没有长肉 屁股的伤势初步判定有伤到骨头 虽然医院已经给了加倍的营养素 但是伤口面积太大 女婴根本吸收不到营养 健康情形每况愈下 这样的状况如果持续下去 伤口可能会遭受感染 进而引发败血症 许多网友看到文章 纷纷留言 替女婴加油祈福 今天的手术是要把她的伤口 缝合得小一点 因为是全身麻醉 然后对她来说是比较危险 然后手术也有可能会大量死血 因为她伤口面积太大了 小孩子永远是父母心头上的一块肉 彭爸爸现在最希望的 就是看到自己的宝贝 能够恢复健康 往后再跟失职诊所 好好算 这比上 记者综合报导 希望小女婴加油 也希望大家为她祝福 我们不要放弃任何一点点希望 那么她的父母亲 当然非常的心疼 只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孩子 做点事 因为毕竟每个孩子 都是父母亲的心头肉 但是来看看这个爸爸 这样的行为 真的也太危险了吧 这个孩子才11个月大 他却抱着这个婴儿 在开怪手 他说因为没有人 帮忙照顾孩子 所以他想说 就直接抱着孩子一起上来啊 而且他说呢 自己的儿子将来长大 希望也能够继承他的工作 所以现在就开始教他 但我们看到的 却是这个11个月大的男婴 把排档感当游戏感 万一下子爆抽怎么办 另外这个孩子身体歪来歪去 有的时候还会探头往下看 万一掉下去 又该怎么办 这不止严重违反了工作的安全守则 更违及到自己孩子的性命啊 抱小孩 熟练操作灌手 只见baby一脸好奇还身子弯一边 倾斜探头往下看 没看出就跟老爸讲话同时 这baby竟然操作起排档感 还越摇越起劲 看着动作和老爸一样熟练 才11个月就结想帮儿子找出路 得工作又得照顾小孩 无限不得已只好把孩子抱出来 一起工作 随便碰个按钮或操作感都可能启动怪手 即便违反了安全守则却无法可罚 但抱怨开贵手这画面 任谁看了都觉得太危险 记得综合报道 这个爸爸是危及了自己孩子的性命 但接下来这个爸爸 他居然真的杀了自己的儿子 而且只是为了玩电玩而已 实在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 发生在新北市 这个16岁的少年 他暑假很喜欢打电动 想到说邀爸爸一起来玩吧 结果没想到因为爸爸没玩过嘛 他在教导的过程当中 两个人就起了口角 爸爸竟然拿了长达30公分的刀子 刺上了儿子的胸口 连刺了两刀 少年送医之后 依旧伤众宣告 儿子被前夫杀害 做妈妈的面对镜头 不愿意多说 他是留性嫌犯的前妻 两个人十多年前因为家暴离婚 没想到如今儿子却惨死 亲生父亲的刀侠 他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 他不喜悦让人家担心 所以他对外他都会讲说 没有他过得很好 没有问题这样子 少数人留性死者 父母亲离婚之后 原本是和母亲外婆同住 直到长大后 为了念书抱户口 才搬家和父母继母同住 一家人原本感情不错 不过却在这几个月突然神变 最近正值暑假 留性胸贤和儿子两人小酌之后 儿子一时兴起 要父亲一起玩格斗电玩 由于留性男子是第一次玩 两人在教学时起了口角 儿子大骂父亲 留性男子恼羞成怒 竟然拿出长达30公分的刀子 和儿子发生扭打 过程中不慎刺了儿子两刀 继母公称当时父子两人争吵 因为太过害怕 所以闭上眼睛 不敢劝阻 没想到因此酿成悲剧 头低到不能再低 他就是犯下杀害自己儿子 人伦悲剧的流行嫌犯 虽然公称是不小心误杀儿子 只是连杀两刀 而且命中要害 夺走宝贵儿子的性命 再多懊悔也都来不及了 记者继续报道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到现在还是让人觉得 没有办法相信 而且两个父子间 他们年龄差距并不大 一个16岁 一个36岁 也就是说爸爸 他是20岁的时候 就当了年轻的小爸爸 也就是因为两个人年纪相近 平常就像是一对哥们一样 没想到这一次 竟然为了玩电动 他杀了自己的儿子 事后再后悔 也来不及 监视器画面中打着赤膊 戴着眼镜的 就是误杀儿子的六星嫌犯 儿子被他刺中胸口 失血过多 男子自己也被吓坏 跟着救护人员 急急忙忙的 将儿子抬上电梯送医 而父亲血认儿子的起因 竟然是因为格斗电玩 这款源自日本的电玩游戏 在青少年间相当风靡 只是没想到 两人从游戏中的战场 延伸到现实生活中的 父子相残 今年36岁的六星男子 在20岁的时候生下小孩 是个年轻的小爸爸 由于父子两人年纪相近 因此平时就像是一对哥们 他要跟他儿子玩 一定是跟他很好 才要跟他玩 小爸爸离异后 又娶了一名女子 也间接造成儿子内向的性格 儿子的脸书上 也可以看到漫画死亡笔记本 及许多线上游戏的图片 反倒自己的照片少之又少 而流星男子是名装潢工人 家境不算富裕 为了将儿子养大 平日里也相当认真工作 没想到才刚搬新家没多久 却因为电玩游戏 回了自己一手建立的家庭 也断送了辛苦拉拔16年儿子的宝贵生命 记者综合报导 而来看看的是不像话的爸爸不止一个 接下来这个人更可恶了 他先是放火烧了房子 攻击自己的亲哥哥 接下来哥哥受不了跑去报警 他居然挟持自己才5岁的女儿 躲在寒洞里面 一度还把女儿的头压进了水里 警方为了救这个小女孩跟他对质 最后是出动了女同的妈妈安抚 他才终于肯冷静下来 结束了这场实际 接到报案 消防员飞奔出勤 火石很快就扑灭 不过这时却有一名抱头的男子跑来求救 原来纵火的就是他的亲弟弟 不但放火烧房子还打伤他 其他随手抓起路边棍棒 小找弟弟寻仇 一听到女同被挟持 警消又赶快转移阵地 挟持的人不是别人 就是刚刚的纵火犯 后来他跳进水里 然后跳进水里之后 因为他情绪激动 有把小孩子的头或身体 往水里面压的现象 纵火后为了躲避查气 但女儿跳入水池 躲在寒洞内 要求警方不要靠近 这个地址是很熟悉的 说我们快速前往 他去到信堂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有烟窜出了 临去三次纵火 警消对的爸爸已经很熟悉 只没想到这次竟然变本加厉 狭吃五岁女儿 当成警方谈判筹码 为了让男子乖乖就范 找了妈妈温情公事 就才把男子劝上救护车 妈妈就突然贪软无力 疑似有吸毒 现在家通都被带回警局调查 接下方的亲疑团报道 真是太不像话了 而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看的是 今天的高速公路 发生了连环追撞 而且是前后两起总共有十辆车 撞成了一团 地点是在中山高北上 三百二十二公里的地方 在中午的时候先发生了一起 追撞车祸 这个时候是有四辆车追撞 当时造成了后方车辆严重回堵 结果没想到不到一个小时过后 在不到四公里外的地方 又发生了追撞 这回是六辆车撞在一起 其中最惨的是一辆小客车 前后是两辆货柜车跟拖板车 被两辆大车包扎 他根本没有逃生的机会 虽然被救出之后 依旧伤重不止 原金抵达位在中山高北上三百二十六公里处 发现车祸情形相当严重 因为追撞小客车的是一辆货柜车 小客车被夹在两辆大车中间 车头车尾已经分不出来 黄欣女驾驶就卡在中央 消防队员赶紧上前救援 这几车货柜车 我带来要叫那里面 所以在这一车 你撞两车 我有缺用机车 我去那里 卡住头车车 这几车货发生在中午十二点零六分左右 但是早在十一点多 前方三百二十二公里处 也有四辆汽车追撞 造成后方车辆回堵 没有想到差了四公里的距离 又发生了货柜车 小客车 以及拖板车 总共六辆车子的严重追撞 小客车脚在大货车中间 然后我们就尝试将 一个女性患者拖困 你女性患者是不是 对对对 那个那时候是脚在里面 在里面 然后呈现那个奥卡的状态 相防队员将女性驾驶救出 送往永康奇美医院救治 但还是没有办法挽回性命 但追撞车祸到底怎么发生的 还有待国道警察进一步厘清 记者黄阳明台南报导 可怕的场景之后 我们带您看看 接下来这个场景 也让人觉得实在太可怕了 遇到飙车族怎么办呢 为了保命 大家第一个一定会想到 那我报警 但问题是这些人 连警察都不放在眼里 来看的是台中市的海线地区 飙车族横行 日前居然有二十多辆机车 集体包围住警局的门口 然后青少年拿着铝棒 很砸一辆警车的玻璃 然后就扬城而去 警方虽然上前拦截追气 他们不但不怕 还又砸了一台警车 你看看有多嚣张 一台又一台的机车 在警察局前呼啸而过 不只是飙车 他们刚刚竟然还砸警车 这群青少年先在海线的 无期分住所 狠砸了一辆警车的前挡风剥离 警方拦截围捕 青少年逃到龙井地区 又在龙井分住所前 再砸破一辆警车的后车窗 警车的车窗已经唤新 但明显看出颜色不同 车上也还有小擦痕 警方调越沿路监视器 发现机车车牌大多贴了胶布 还好有些没贴 巡线插到主嫌 那蔡姓主嫌道案 他说明是在本月14号的时候 他的弟弟因为交通违规 曾经遭警方告发 那利用深夜夜游的时候 经过警所刚好看到警车 才会有这样的动作 不过青少年夜游飙车 趁戏砸警车 警方怀疑背后还有主使者 正在寻线追查当中 记者刘建宜 赖文中 吴嘉惠SNG小组台中报道 都没有把警察放在眼里 实在很可恶 但是说真的 有些警察的做法 可能也会让民众不满 来看看这位少姐 她投诉 说摩托车好好的 停在自家车库里 结果居然有人知道 她把车库的钥匙藏在信箱 然后就偷了这个钥匙之后 开了车库 亲门踏户地 把她的摩托车给砸烂 她当然去报警 但警方却没有开三连单给她 她质疑警方不甩她 甚至打算吃案 不过警方解释 当时有问过 黄小姐是不是要提告 这一切只是误会 白色轿车出现在 社区门口的时间 是28号晚间11点多 下车的几名男子 手拿棍棒和油漆 熟门熟路地 走到停车场门口信箱 打开信箱拿出钥匙 开车库门 不到15分钟的时间就离开 直到隔天有邻居通知黄小姐 她才知道 原来这几名男子 是骑门踏户 来砸她的车 黄小姐的机车 后照镜断裂不说 车子还被泼油漆 家人都想快点 揪出砸车的人 但警方只问了案情 就让她离开 感觉处理方式很炒酸 感受很不好 朋友他们都说警察 照理说办案程序不是这样 杂车是属告诉乃论的案件 六个月以内提告都有效 她要提出告示 三连单当然就马上开给她 这个都可以当场问 正常的行政程序 需要当事者确定提告 警方就会受理报案 开出三连单 何况黄小姐的机车受到回损 更该明确告诉警察要提告 好让警察接续处理 揪出砸车男子 记者叶洪荣 高雄报道 而接下来这个案子 则是让警方非常的头疼 您还记得吗 23号在捷运木炸机场里 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命案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 这名男子为什么突然间 跑到机场里面 为什么自己从二楼跳下来 又传出他是从麻袋里面 爬出来求救 这名男子因为大量失血 经过了好几天的急救 到现在警方才能找他问话 但是他所说的一切 却让警方觉得不可思议 他说自己是遭到 一群看起来不像人的人追杀 才会逃进了木炸机场 什么是不像人的人 他说就是一群魔神仔 而且他也记不得自己的名字 对于其他被追杀的细节 也毫无印象 这样的公词实在太离奇 简直像推理小说里面 诡异的情节 曾经男子满身是血 躺在担架上 被医护人员紧急送进急诊室 23号下午 他由捷御木炸机场停车场2楼 一跃而下 之后自行爬进会议室椅子上 颈部涌出大量鲜血 清洁人员发现后通报 将他赶紧送一急救 由于男子当时陷入昏迷 让整体案件充满诸多疑点 曾经男子告诉警方说 事发当天他原本骑着机车 来到政大二街要找朋友 却遇到一群很不像人的人追杀他 为了活命 他只好一路逃进动物园里 警方访查发现 曾经男子汽车后 可能是从政大二街 爬进猫懒机房的维修通道 进入动物园河马区 看见施工人员的机车钥匙没拔 便擅自骑走 并逆向进到木炸机场的停车场 接着在从6公尺高的2楼跳下 媒体也在现场率先发现这辆机车 而男子只表示 是被摩西纳追杀 才会往下跳 对于骑走他人机车 则说没有印象 警方开验现场后初步研判 男子倒卧的第一现场 并没有血迹反应 警部的伤口 怀疑可能是自行进入会议室时 不慎弄破玻璃杯 自己化伤 才会造成大量失血 事后警方连日追查男子身份 但男子表示忘记名字 警方采取指纹也比对不出身份 让案情陷入胶着 后来男子写出一组手机号码 警方拨打后发现 是男子姐姐的电话 才确认真姓男子的身份 根据了解 30岁的真姓男子在知名剧团工作 前往探视的同事表示 平常并没有怪异的地方 也没有吸毒的习惯 但由于男子的神志还尚未完全清醒 而且攻词实在太过离奇 详细动机和原因 只能等他恢复后 才能做进一步厘清 记者黄伟才李洪宽 台北报道 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来看看的是 快要中秋节了 那么今年如果要买月饼的话 可能得多付点钱 因为月饼大概平均都涨价 而且最高涨到一成 但是不只是月饼 如果你说那我改买蛋黄酥好了 那蛋黄酥也是非常贵 贵到什么程度呢 一般一颗蛋黄酥大概几十块吧 但是这一家五星级的饭店 一颗要94块 几乎快要100块一颗蛋黄酥了 有人开玩笑说 这个里面包的鸭蛋是金鸭下的蛋吗 他们强调说是因为鸭蛋的涨不太多 而且其他的原物量也上涨了 但是一般的店面虽然自行吸收成本 但是还是忍不住要涨一点点钱 不管今年中秋节你是要吃月饼 还是吃蛋黄酥 反正就是要多花钱了 一层层的酥皮堆叠 里头包着咸香蛋黄 传统口味的蛋黄酥 在中秋节相当受到欢迎 今年的成本大概有增加一到两成 那所以这边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 大概是七块左右 原物量上涨加上鸭蛋 今年严重短缺 价格狂飙 但黄酥的价格令人不敢恭维 台北知名饭店一颗 竟然要价94元 南部地区饭店一颗60元 一般店面一颗50元 就怕吓跑客人 原物量上涨的部分是我们就都自行吸收 对 因为我们要回馈给我们 这么支持我们的客户 蛋黄酥也出现M型消费 五星级饭店一颗94元的高单价 几口吃完比一个便当还要贵 不过也有便宜的 云林第二监狱出产的蛋黄酥 较好又较做 不过原物量全都涨 监狱蛋黄酥也跟着涨 最近的蛋价和原物量也都有涨幅 那我们想基本上会站在 消费者的立场 就算有涨 我想只是做微辅的调整 原本一盒12颗只要200元 今年确定涨价 大约涨到220到250元之间 不过就算以250元来计算 一颗也只要20块钱 另外月饼礼盒也纷纷喊涨 民众大喊离谱 但是再怎么抱怨 也无法止住这一波的涨势 记者综合报道 好我们看到的就是蛋黄酥里面 一定有蛋嘛 那么有一些月饼里面也会包蛋黄 那为什么涨这么多呢 他们说是因为鸭蛋黄实在涨太多 我们就来看到底合不合理好了 鸭蛋黄每颗的价钱 现在是从4块5涨到7块 涨幅确实很高 高达5到6成 但问题是应该也没有占 整个蛋黄酥或是月饼的这么多吧 所以它如果涨超过这个差距的话 那就是刻意涨价了 那为什么鸭蛋黄会涨这么多呢 主要是因为受到天气热跟台风的影响 产量减少了 再加上对岸的餐厅业者来台湾 大量的购入老鸭 鸭农趁着价钱好 就提早淘汰了母鸭 导致鸭蛋黄价格跟着飙涨 机器测试一个个鸭蛋硬度有没有问题 工人按照不同大小重量分装 有的鸭蛋则是加工成咸鸭蛋或是鸭蛋黄 最近用来制作蛋黄酥的鸭蛋黄 价钱更是做直升机 每颗从4.5元涨到7块钱 涨幅超过5成 原因没别的 夏日高温和台风捣乱 造成鸭蛋产量降低 再加上对岸餐饮业者大量采购老鸭 价钱好 鸭农把母鸭提早淘汰也是原因 透过第三国 还没去到中国大陆 因为这个饮食文化不一样 同样受到天热影响的还有鸡蛋 批发价每台金价钱 从原本的21元涨到41元 价钱几乎翻倍 还有还有 之前麦德姆台风来袭 造成石斑鱼苗暴毙 一公分每尾价钱 从8到10元涨成9到12元 涨幅两成 暴毙的还有白虾 每公斤300元 预计涨到360元涨幅两成 农余产品看天吃饭 再加上中秋节快到 民众送礼烤肉需求量大增 掌声响不停 记者林安平南部综合不倒 而另外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这48条人命真的是冤死的吗 负仙航空班级坠毁在马工机场 现在传出其实机长在降落之前 曾经要求换跑道却被拒绝 但是这个事情到底真相是如何 爆料的又是谁 今天的平面周刊跟立委段宜康 都说了这件事 说驾驶在失事之前 曾经向塔台要求 从原来的两栋跑道改成 降落在有盲将系统导引的 栋梁跑道 但是塔台跟空军都拒绝了 所以才会导致飞机失事坠毁 48条人命是冤死的 但是民航局澄清 其实马工机场从头到尾 只有一条跑道就爆料 绝非事实 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确实是一条跑道 所谓的栋梁跟两栋 只是方向不同而已 7月3号复兴空难造成48人离难 当时机长要求重飞 却不幸坠机 现在却被周刊爆料 当时机长曾在降落前 因为天后不佳 曾要求更换跑道 因为麦德姆台风起台 狂风暴雨 机长发现马工机场能见度不佳 曾向塔台要求 从原来降落的恶灵跑道 改为有盲将系统的零二跑道 但塔台跟提供气象资料的空军都强调 当时能见度高达1600公尺 拒绝机长要求换跑道 复兴以及在空的另外一架飞机 利荣 确实曾经在空中有提出 要求返跑道降落的一个情况 复兴他同意要使用VOR进场程序 但根据周刊报道 军方表示没有权利进入航管 且当时还没回报 塔台已经先拒绝 立委段颖康也在脸书上痛批 认为马工机场两条跑道 每天由空军优先指定 另一条裁工民航机使用 且当天三班民航机包含复兴时事客机 都曾跟马工塔台提出转换跑道要求 空军为何不能事先让出战备的零二跑道 文章一po被网友骂翻 简直是错误资讯 前马工空军基地千气中心主任表示 马工机场只有一个跑道 由南向北是零二 北向南是二零 但零二跑道有一气降落系统 也就是俗称的ILS 或称盲将系统 根本是同一个跑道 当天迈德姆台风刚过 当地吹起强劲的西南风 避免飞机吹风起降酿灾 塔台要求降二零跑道 这很合理 要段一康别政治操作 误认为是两条跑道 这个对大家来说造成一些混淆跟困扰 那我非常抱歉 针对网友批评段一康低调不愿多谈 但马工机场7月23号晚上7点 能见度1600公尺 但到7点时分马上降到800公尺 附近航空G122班机 就是在这时坠机 究竟是天后不佳酿货 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谁该为飞案问题负责 还需等待后续调查结果 记者中后报道 空难最主要的三个原因 人为天后或机械因素 当然现在还要来查到 是哪一个因素 只不过我们来看看的是 台中快捷巴士BRT 显然机械因素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来看的是 才正式营运四天 却不断的出包 记之前我们看到那段影片 就是没有直接开到加油站去加油 大家风真的是太离谱之外 现在BRT公车要开进 台中火车站的停靠站时 因为公车挡道 再加上方向盘故障太重 转弯的时候差点卡住 进不去 后来司机是用倒退撸的方式 撸了之后再把车子开进去 本来以为好赛算是蛮顺利的 但是进去没多久 又故障了之后 暂停在路边 让车上的乘客真的是超傻 快捷巴士BRT准备停靠台中火车站 结果却先被公车挡道 接着BRT却卡住 无法转弯进站 驾驶只好赶紧倒退 再将车子开进站内 担心BRT的行车安全驾驶 让车上的乘客下车后 就停止载客 让等车的民众脸上三条线 只好等下一班车 驾驶只好赶紧将车子 开回车厂检查 就在回程途中 又发现方向盘过重 无法继续行驶 只好暂停路边 让维修人员检查 方向盘太紧 没办法开回去 你没办法开回去 我只一定要在旁边 有没有办法这样太危险 BRT驾驶不知所措 因为BRT才营运第四天 方向盘就发生故障状况 不只如此 还有议员接获民众成情 表示行经BRT的车上旁 车子轮胎近遭到 10公分长的铁钉刺破 不只民怨不断 和BRT的车体故障 就连台中市府的新闻稿 BRT搭乘人数 也碰轰遭到踢爆 只好从19万人下修到1.7万 也难免让外界质疑 市府骗很大 记者张一志 游彦慈台中报导 先来看看是 很多人在一生当中 都曾经遇到了改变自己人生 最重要的一个人 这个基隆高中高三的学生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是周杰伦 为什么呢 他说是因为听了周杰伦的歌曲 《道声》 才让他醒悟 远离帮派 用功练书 周杰伦非常感动 还特别寄了签名专辑给他 尽快旋律配上充满意义的歌词 周杰伦这首《道声》 不只传遍大街小巷 更因为歌曲中传达的人生哲学 让一度迷失自我的黄同学 又重新回到正途 对啊 之前有一段 比较低潮时期 对啊 因为找不到 找不到向心 珍惜一切就算没有引诱 就是听到这个当场标类 父母从小离异 少了母爱陪伴的黄博仁 在国中时曾迷失堕落 抽烟打架样样来 直到老师给他听了周杰伦的《道声》 他被这段歌词大为感动 折行后的黄博仁 冲刺课业考上基隆高中 更在这次大学指考表现亮眼 夺下机中榜首 周杰伦得知此事后深受感动 找到黄同学 并送他亲笔签名的CD 而黄博仁收到后也相当开心 只说以后还要常听这首歌 继续坚持这种信念走下去 记者张俊荣加一报道 确实是个激励人心的故事 而接下来这个影片也让人觉得 好激励人心哦 是一个一岁大的小男孩 可以hold住全场十几岁的大哥哥 大姐姐 他是怎么办到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小小稚嫩的双手一举 另一头坐在草地上的 五百位大哥哥大姐姐 宛如着魔似的跟着指令 欢呼拍手 一名数个月大的小男孩 在青年营队现场 整个场面我hold住 呼风唤雨 你来你来你来来来 小男孩越是越兴奋 脸上笑容也是越笑越灿烂 沉醉在众人掌声中的他 宛如摇滚明星 不过突然转过头一个回神 看到镜头猛拍 小男孩显然是惊呆了 马上尴尬娇羞的跑开 超萌的模样让人融化 不少网友看了这段影片 大赞真的好疗愈 也让人不禁反思 每个孩子都应该有这样的机会 受到赞美和鼓励 而这或许也是帮助孩子 培养自信的不二法门 国际中心刘家轩编译 哇真的是非常具有魅力 我相信接下来这两位 台北市长的参选人 也很希望自己有这样的魅力 一出来大家都能追随 不过他们可能要稍微拼一点 我们带你来看看的是 林胜文 林胜文今天开了记者会 公布他的财政政件 不过现在却传出老爷帮 公子帮瞧不拢 什么意思呢 似乎是他跟爸爸之间 有不同的意见 可能你可以不喜欢我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说这个 因为在不认识我的情况之下 因为我的可能我的背景 什么的讨厌我都OK 林胜文自我剖析 试图拉近和选民距离 但关键时刻 却传出父亲连战 力腰的老将詹春柏 因为世代隔阂 不愿出任竞选总干事 这感觉上好像是漫画里面的情节 所以这个我应该是没有记得 有这样的事情 总干事这样的事情 我印象当中 我们可能没有就这方面的问题 去劳烦张夫主席 访问阵营内区分公子帮和老爷帮 林胜文开财政记者会 请来前财经政委薛奇 联发科前财务长玉明朵 以及前财政部次长徐仁辉 帮忙背书 我想这一个团队 在田先生的这个代理下 他有一个特色 连战担任行政院长时 薛奇是当时的金建会副主委 和连家早有约缘 有财经前辈类品 连胜文滔滔不绝 把未来的租金的收入 我们先把它打成一包 刚刚我们薛教授也提到 把它打成一包 然后这一包之后 我们把它证券化之后 变成很多 变成这个不同 变成这个所谓受益凭证 提出台北市资产证券化的想法 连市民希望外界 多关注他的政策 但可行度和选民接受度 都还得经过考验 既然来自好存会议 台北采访报道 现在九合一大选 已经去战股隆隆了 蓝绿阵营都出动了 辅选王牌 来看到是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8月2号就要启动 她的辅选列车 第一站来到的 就是蓝营的票仓桃源线 要来为郑文蔡加油 用仪式就好了 然后因为我们的冲冬 可能酒量不怎么好 喝了口小米酒 蔡英文鸣了鸣嘴唇 才以为逃过一劫 呃要配菜 冲冬切 我平常不会发抖 扑刺笑了出来 总统总统叫的蔡主席 心花怒放 名将新任中指委 中常委就职大典 没忘谢长廷 苏嘉全 陈菊 北中南选战指挥官就定位 蔡英文要为年底九合一辅选 开出第一枪 那么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会在8月1号就正式开动 我们这个辅选的列车 那么首站呢 就是在这个周末的礼拜六晚上 第一站开到桃源 为我们的候选人 郑文燦市长候选人来加油 名将搬出辅选王牌 党主席蔡英文下乡巡回授旗 选了桃源监换选区当起点 9月适逢党庆拉台中台湾选情 中张头可是这次关键战场 接着10月还要启动全台巡回列车 逼照2012年总统大选 蔡英文推销 因巴士监控敌音选情 这会儿九合一也会压轴登场 歌唱事业嘛 那歌唱事业已经大概50年了 对不对 那时候是立法院 到立法院的时候就整个完全 其实也是在唱啊 就助选啊 不敢怎么都有在台上啊 刚就任的中职委余天 自愿高歌助选 绿营班王牌 看来真有殊不得的压力 这也放过黄彩琳台北报道 接着我们来看的是台语歌王 洪荣洪之前被爆料昏变 现在又传出他为了小三不顾七 小真的这么可恶吗 三月份他说离婚 但是后来却传出 在离婚这件事情上 他说谎 而且现在传出更扯的情节 说他向加拿大法院 申请了房屋假扣押 把台湾名下的房子 也过户给别人 让他的前妻跟三个孩子 在加拿大根本没有房子可住 所以前妻只好带着孩子 回到台湾来拜托他 结果到了门口呢 他居然叫管理员 叫警察来把他们赶走 他的孩子在门口哭着说 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们 而陪着妻儿的好友 季宝如也相当的傻眼 怎么会这么可恶呢 现在传出洪荣洪向来不善理财 这一次居然会利用法律来保产 可能是有房仲背景的小三 在背后下指导器 如果这一切属实的话 那么这金曲歌王 根本就是现代城市美 真的是敢欺小妈 来看看他过去的情史也相当的丰富 最出名的就是跟台语天后江慧的这一段情 当年洪荣洪已经是当红歌手 江慧还是个新人 传出南方因为沉迷酒精加上家人反对 所以两人分手 也一度传出他跟大白沙陈金佩曾经交往过 1999年他跟第一任妻子结束才一年多的婚姻童年 就跟陈诗以结婚 但是维持15年的婚姻关系 最后还是因为小三的介入画上去 六年前江慧演唱会上邀请洪荣洪合唱 引起轰动 因为其身老人曾有过一段情 不必嫌还想上演爱的抱抱 舍洛瑟在餐厅助唱旧跟江慧相恋 但18岁时 红荣洪沉迷酒精让两人渐行渐远 加上继母反对三年恋情画下句点 也曾自爆就是因为酗酒恶习辜负江慧 过去第二任妻子陈诗语上节目时 就曾坦言受不了红荣洪去酒的坏习惯 差点得了犹豫症 早期不擅长讲话的红荣洪 还曾传出跟陈金沛交往过 外传这是两人绯闻歌曲 不过后来陈金沛跟红荣洪都否认 坦言当年姐弟恋诗炒作 但红荣洪情史精彩 除了江慧1999年跟第一任妻子 结束一年多婚姻 同年再跟陈诗语结婚 直到去年才离婚 如今又爆出因为小三寇无感欺小 如同歌曲《心境》一样令人唏嘘 记者综合报道 而接下来来看看真的是疫情拉紧暴吗 现在伊波拉病毒也入侵了香港吗 来看的是这名旅客 他刚结束肯亚的游玩行程回到香港 结果一次遭到伊波拉病毒的感染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隔离治疗了 我们将来看到的是伊波拉病毒肆虐西非三国 包括了赖比瑞亚 狮子山共和国跟吉内亚 通通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他们的边境管制松散 班机来来往往的让很多的周边国家 可能都出现个案 也让现在伊波拉病毒在好几个地方都拉紧包 在西非扩散迅速的伊波拉病毒 随着旅客搭乘国际航班散播各国 一名香港女子疑似遭到伊波拉感染 正在进行隔离治疗 一名早前到非洲肯尼亚游玩的女子 周一返港之后出现了发烧 头晕及呕吐的 类似伊波拉病毒的初期症状 在伊丽莎白医院隔离治疗 伊波拉病毒流窜全球拉紧包 目前西非赖比瑞亚 石子山共和国跟吉内亚三国 爆发空前严重的伊波拉病毒疫情 今年二月到现在已经有 一千多人染病数百人死亡 各国家常受灾存检疫 并采取边境管制措施 因为一旦染病死亡率高达六成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病毒透过血液分泌物散播 出起症状类似流行性感冒 产生发烧 喉咙痛等症状 最后甚至会造成呕吐 身体大出血 致死率相当高 被称为新世纪的黑死病 专家警告一旦疫情失控 全世界将陷入恐慌 国际中心也有编译 香港疑似有伊波拉病毒 而日本则是发生了 害颜听闻的杀颜事件 一名16岁的女高中生 把女同学杀害之后分尸 她跟警方说 她就是想杀人看看 而且说从头到尾 都是她一人独自犯案 不过这名女学生 跟被杀的女同学 平常感情不错 大家都觉得她们两个是好朋友 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案子 还需要进步的调查 发生杀人案的高中 学生和往常一样到校上课 看到围在校门口的记者 不少人低着头 快速走进校园 这起发生在日本长崎县 佐世保市 害人听闻的凶杀案 凶手和被害人 都是当地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26号深夜 被害人的父亲向警方报案 女人和朋友相约出游 却迟迟没有回家 几个小时后 死者支离破碎的遗体 就在凶闲的公寓 被警方发现 事情发生后 大家都在问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年仅16岁的女孩 对交情不错的同学 痛下杀手 没想到她在被捕之后 竟然对警方表示 就是想杀人看看 过去曾经解剖过猫 这次想试试看 解剖人体的感觉 更叫人毛骨悚然的是 凶闲在落网之前 还在网络po出 多张手染鲜血的照片 上头写着 要把脑髓和脊髓 泡在培养液中 一直照顾他们 语气冷静 很难想象 她竟然还是一名高中生 前犯的母亲已经病逝 父亲再婚 她独自一人在外面居住 其实在咒读小学时 就曾经多次 在同学的食物里 倒入清洁剂 是校方眼中的问题学生 这次犯下 震惊日本的杀人分尸 冷血少女的犯案原因 还有待日本警方深入调查 归中心综合报道 真的太可怕了 而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看的是 郭董现在要来抢四肌市场 所以红海转投资的复可室 现在也推出了旗舰机种 要来跟小米4一起拼看看 他们所推出的旗舰机种 有5.5寸的荧幕 搭配了1300万画素镜头 而且里面还有正妹们 最喜欢的美机功能 支援4G全屏弹 单机售价却不到 1万块 美丽的Showgirl手里拿着最新款的智慧型手机 金色的机壳上 绽放出放射线的光芒 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手机大厂推出新手机 不但前置镜头 有500万画素 还有美机功能 让你不管怎么拍都漂亮 手机里直接内建 女生们最爱的美图秀秀和美机相机 拍出美照 轻而易举 但拍照时最怕被路人乱入 也不要担心快使用清除功能 就可以把后面的路人甲全都删光光 单机架在台湾9988 然后在钢能价格定位的方面 我们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厂商对新产品很有信心 因为支援全频段4G功能 也不怕和竞争对手做比较 和年底要推出的小米4 还有宏达电18比一比 都是四核心处理器 富可市5.5寸荧幕最大相机镜头 都搭载1300万画素 价格则是富可市最便宜 小米4预估售价也会在万元以内 消费者还是喜欢跟门号搭配 所以可能看看之后 会不会有跟电商合作支费 空地部分销售是已经非常非常有竞争力了 手机厂商富可市 有了鸿海这个富爸爸当靠山 不打饥饿行销 号称绝对正常出货 未来如果和鸿海另一家转投资的 亚太电信合作 推出资费方案 势必又会出现让人惊讶的震撼价 记者高培藤 吕培君 台北报道 天气这么热 大家都想要来清凉一下 但是这些水乐园到底干不干净 一周刊呢 他们将全台五大水乐园进行了水值检验 结果发现大家最喜欢的六福村水乐园 竟然被验出大肠杆菌超标880倍 而八仙乐园则是被封为最干净的水乐园 水温只有六度堪称最凉商机 屁股一顿用力往下滑冰洞刺激感紧接而来 惊吓气温热到爆 大家都抢着来玩水 周刊针对台湾五大水上乐园进行水值检验 就有六福村被验出水值最脏 还要不要再玩一次 如果可以来个大肠的话可以 道场赶菌超过标准880倍 总生菌数28CFU被封为全台最脏 力保水乐园和自来水乐园总生菌数2CFU 童玩节更是只有一CFU 最厉害的是八仙乐园竟然未减出 干净了跟自来水没啥两样 水值太脏泡在里头太久恐怕会有感染疑虑 如果不小心喝到还有可能会引起急性肠胃炎 被剪出水值全台最脏 六福村表示 今天当天曾有游客在水池排线 肯定此导致大肠赶菌超标 强调天天都有换水 不知景音结果还是让乐园的死忠粉丝好惊讶 介言龙新竹报道 如果夏天不想玩水的话没关系 今天的花样主播封一下系列报道 让我们继续跟着主播王欣颖的脚步 来游古都台南 来尝尝台南独特的文化气息 不一样的人文风格 到台南独都府城 除了吃吃喝喝 随处走走 巷弄间还有许多隐藏版的小惊喜 别有冬天的砖墙屋 里头全是手工木座跟皮雕 原创性十足的皮革饰品跟文具 也让意外发现了外来客 享受挖宝的乐趣 原来所有温馨的原木摆设 大从整体空间改造 到眼前的展示柜桌椅 甚至窗户 全都是店家主人 家和Cokella 亲手做的心血结晶 老房子就是这样子压迫感会很大 我们想要它有一种穿透感 然后又可以看到 就是屋顶房子的结构 所以我们才决定把它拆掉 可是拆掉又不想拆太多 因为就是让它有一点设计感的感觉 让它有一种被透视 可是又不是完全的感觉 它原本是完全是封起来的砖块 对啊 然后后来想说因为也是通风 然后加上视觉的效果 要人家可以贯穿后面的感觉 所以自己又把砖块打掉 然后做一扇 就是有点类似日式的一个小窗户 这样子 经常看不到一天 花两年的时间 把原先二十年没人住的清朝老房子 整理成自己的创作小天地 已经不容易 这一对交往十二年的青梅竹马 情侣党 一个原本是军人 一个是美甲师 好手艺又加上热爱创作 两年前毅然放下眼前工作 追求创业梦想 早上是在忙我们自己的工作室的部分 晚上再去打工 然后来cover所有的开销跟收支这样 当下没有觉得很辛苦 因为觉得要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非常坚持 就是很有趣去拿钱 热爱台南悠闲步调 在古都玩艺术讨生活 两个追梦年轻人的故事 也让市区巷弄的人文地图 更加完整 来看看这个现在最辣的女生 炫亚 我们昨天跟你说了 炫亚的新专辑 MV的舞姿跟歌词涉及性暗示 结果一推出就被列为限制级 但是不只是新歌走性感路线 他连拍广告也是性感的不得了 看了半天也看不出原来这是啤酒广告 扭腰大跳电臀舞 韩兴炫哑出新专辑 一再挑战性感尺度 MV刚出炉就被列为限制级 他在里面急进挑逗 身穿黑色泳装 在红色地毯上 对自己上下棋手 还全裸上身抱猴子 打猛男屁股 MV点阅率超高 却也引发争议 为了宣传新专辑 炫亚也上石金秀节目 面对镜头 他很懂得卖弄风骚 女人心机花招多多 大肆卖弄年轻肉体的本钱 连拍摄汽车广告炫亚 也要结合热舞电影 告诉大家 她是正统的江南大叔 骑马舞女 或是如此 臀部向电动马达扭啊扭 清凉啤酒 被炫亚拍得好火辣 只不过她唱唱跳跳 扫手弄姿 挑战尺度过了头 这一回可是提到了铁板 她被日本家庭主妇大骂 带坏小孩太超过 看来炫亚靠麦弄性感 冲出事业高峰 但限制级风格 可是被妈妈们列为 咀嚼网来户 国际中心业肉编译 对 这个广告商 可能会觉得说 反正广告 不是拍给家庭主妇看 是拍给家庭主妇的老公看的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来看看的是 亚东练破局了 但男女主角似乎各自精彩 柯震东传出现在跟罗志祥的 昔日 绯闻女友李玉芬 一周密会三次 大家来到柯震东的那个绯闻 人都还没上台 坐在台下的柯震东就先中枪 CD的九把刀虽然身为好友 却没放过机会猛亏柯震东 觉得大家那个媒体要一起帮助柯震东走出去 因为不想再也不想在半夜接到柯震东 他哭诉的一些电话 就是哭得像个婴儿一样 九把刀的爆料似乎透露亚东练破局 让柯震东陷入情商 不过柯震东恐怕比他想象的还坚强 因为他似乎有了新对象 这个月27号深夜 周刊拍到柯震东和李玉芬到KTV欢唱 更早之前21号 柯震东开着跑车到李玉芬住处接他离开 过了三个半小时 李玉芬才独自搭车返家 隔了三天两人又相约 但似乎发现被跟拍 所以最后并未碰面 一个星期密会三次 恋情似乎悄悄萌芽 不是 他其实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跟他认识 其实也才刚认识 没有多久 所以就是都是好朋友 然后其实就是 你知道李玉芬的《玉》怎么写吗 和Alpha一样 新绯闻对象李玉芬 年纪也比柯震东大了六岁 姐弟恋三个字 顿时变得好敏感 是否偏爱姐弟恋 柯震东说对另一半 他从不设限 也没否认和李玉芬 没发展空间 只能说柯震东现在的心情 就如同他在芯片当中说的 你不要去我决定 谁才是我真的喜欢你 接下来请家明带我们来关心 双台对台湾的影响 掌握天气让生活更有活力 大家好 我是家明 从昨天下午两点到今天凌晨两点 短短12个小时呢 西太平洋上面就出现了两个台风 那到底这两个台风 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我们就来看到台风路径图了 其实我们先来注意到 先深沉的今年第11号台风 虽然说离我们比较远 在关岛附近 是今年第11号台风 哈龙台风 他因为距离台湾呢 还有2600多公里 对台湾是暂时性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而他持续往西北的方向来进行 预计在下个礼拜的周末呢 他就会接近到日本了 所以提醒 如果你下礼拜有计划 去日本的朋友 到时候就要来仔细看看 日本当地的这个班机 会不会受到哈龙台风的影响 但是要来带您注意到的 是离台湾比较近的 也就是今年第12号台风 纳克里台风了 现在它的中心位置 就在俄湾比东方 大约860公里的海面上 现在还是一个轻度台风 而且持续往西北的方向来进行 根据最新一报的这个路径图 这个台风路径呢 气象区又有再度 往北来做一个修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未来这几个小时呢 其实它的外围环流 就会对台湾 包含像在东部跟北部地区 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会出现 而在明天跟后天 就是这个台风 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了 所以包含像在迎风面的 在北部跟东部地区 降雨会变得比较明显 而在礼拜五的下半天呢 随着台风逐渐在北移 在西半部地区 会有一些西南风 带上来的一些水汽 所以在南部跟西半部地区 也容易会有短暂雨出现 所以提醒你 在明天后天 就会是这个台风 影响台湾最剧烈的一个时候了 而这个台风 到底它的这个云雨结构有多强 我们就来看到动态云图 其实从云图上面 我们在这几天一直 不断在提醒大家 我们可以看到 菲律宾东方这海面上 这个纳克利台风呢 它的结构 虽然说不是说非常的扎实 但是因为大低压带 让它的云雨带 是非常非常的广 所以当这个台风 逐渐在北移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外围的环流呢 在今天已经开始 接触到北部地区了 所以在今天傍晚 北部地区已经滴滴答答 开始下点小雨 而且这个雨呢 越晚雨还会越来越明显 而在明天后天 还是持续受到 外围环流的影响 因为虽然说 它中心是从北部外海通过 但是呢 还是在整个全台湾 都容易会有一些 降雨的出现 尤其在明天 全台各地 都会是比较不稳定的 天气形态 而在未来一个礼拜 的天气形态呢 到底台风对我们影响 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们来看到 一周的预测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明天后天 主要就是受到 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温度不止下降了 全台各地 都容易会有降雨 到了8月2号 七夕情人节 台风逐渐远离 下半天之后呢 天气开始好转 温度也回升到35度了 而在到礼拜六 到下个礼拜 这段时间呢 都是恢复成 比较典型的 夏天的天气形态 中午高温炎热 但是午后 容易会有午后阵雨出现 马上带你来关心 明天全台各地的 温度预测了 在明天 北部地区 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降雨是会比较明显的 温度26到32度 而在中部地区呢 同样也是降雨 会比较明显 温度26到33度 而到了南部地区啊 因为这个会有点 西南风上来的关系 所以明天从早上开始 就容易会有短暂雨出现 温度26到35度 而在东半部地区 宜兰地区呢 明天降雨也是会比较明显的 温度26到33度 而在礼岛地区 明天天气也会有点变化咯 云层量比较多 也会有短暂雨出现 27到34度 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 台湾要开始受到 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了 提醒你 外出记得攜带雨具 再把时间还给主播 谢谢嘉明 也谢谢您今晚的加入 我是肖童文 祝你晚安 我明天再会